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一直在为了大运会做精心的准备 针对大运会制定了训练计划和参赛计划 这次大运会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进入比赛 并引力拼出一个好成绩 这次回到成都参加大运会 对我来说是回家参赛 是一场向亲人的师长们的汇报演出和圆梦之路 我给大家最大的建议就是一定多留住时间 在成都走一走玩一玩 这座城市的精彩是无穷无尽的 我可以给大家做导游 我坚信每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光明 而每位年轻人都是自己故事里的英雄 我觉得年轻人与年龄无关 只要依然是向高原 依然继续向前奔跑就是年轻人 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尊重每个人的劳动和付出 不辜负每一位奋斗者 在这里每一次的奋斗都算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